安然今天早上买了牛肉 然后准备要做饭 说要做散伙饭 不洗,你洗吧 还吵,还吵 许许他们昨天也到这了 他们去了卡尔拉冰川 然后昨天晚上连夜回来了 我记得许许说要请我吃饭的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效 老刘,请吃饭有效吗 不说要请我吃饭吗 真的假的 但是晚点可以吗 不行,我嘴急 昨天视频我说了 我说我被搜到律师函了 然后有的网友会质疑 说老郎你们要想善火 就找个借口 不过这个借口是最合理的 其实你认为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伙有必要善火吗 我们也没有什么矛盾 然后我也说准备把那个 网上那个律师函给大家看下的 但是那个毕竟是电子版的 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质疑 说电子版的随时可以招架 就是在刚刚吧 今天早上现在是 现在是10点25 刚才在9点多的时候 就是正常快递上班的点 我们那个 我接到一个快递电话 原以为我还说 我说我没买什么东西啊 拉刹的快递还得几天才能到啊 然后打电话一听 是我们家那边的快递 邮政的 邮政的呢 我说什么件 他说有两个信封 我说信封 我说我没这家啊 他说我是真的吧 让我媳妇去拿下快递吧 然后把我媳妇的电话给他了 他送到我媳妇那个工作的地儿了 然后我媳妇拆开了快递 给我拍了视频 两个文件信 文件袋 两份律师行 我以为从网上发给我就完事了 还直接给我发两份发家去了 是 隔了 好像同一天发出两份啊 还是 我日期我没大看明白 因为我媳妇照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是两个文件袋 两份律师行 同样的内容 都是关于 跟我网上看的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信息泄漏 一些关心的信息 我给大家伙打下码 让大家伙看一下 我求来了 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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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